欢迎四位 哇 今天这个出场的方式 有一种就是非常豪华的感觉 就像我们刚刚说 就好像武则天这部剧一样 没错 那么还是请他们来 跟我们快乐大饼的观众 来打个招呼好不好 好嘞 我们从我们李志廷先开始 好吗 欢迎李志廷 哈喽 好久不见了 我是李志廷 所以呢 李志廷在里面演的角色是 晋王李志 李志廷演李志 好吧 那我们张峰奕老师演的 就是张峰 好 我们好久不见的 张峰奕老师来 欢迎他 大家好 很高兴来到这儿 这快乐大本营 我是第一次来 很高兴 我在这里面演的是李世民 希望我们张老师第一次来快乐大本营 就玩得开心啊 那下面是我们的军军 欢迎张军军 哈喽 大家好 我之前跟正皇上的一起来 对 就特别觉得很开心 那接下来是我们这个 大家非常喜爱的 冰冰 我们欢迎 冰冰 又来到湖南了 然后又来到快乐大本营 其实我觉得是每年 都要有一次报到 每一次每一年 可能大家都很忙 但是有一次聚会 还是非常非常的开心 然后也是带了一部新的戏 给所有的朋友 谢谢你们 可以支持这部戏 然后也谢谢今天 有这个机缘 可以再看到这些好朋友 好 古泽天的拜托者 张老师非常在意 大家有没有来过 每个人打招呼 张老师都 他也来过啊 都来了 是 每年都来了 每年都来了 可是你放心吧 张老师今天会玩得很疯的 好的 那各位 其实呢 大家在今天开场的时候 我们也说了 我们娜娜呢 今天有一个 就是非常大喜的一件事情 而且她不是一个人来 她这个非常沉重 那怎么回事呢 那接下来 揭晓答案了 对 大家知道呢 武则天这部剧呢 可以说是制作非常的豪华 特别是里面这个武则天的服装啊 相当相当的这个精美 厉害 奢华 你昂贵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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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